大纳电影节开幕已每天都有红毯环节 而在最新的红毯活动上出现了85花的身影 刘诗诗身穿黑色高定礼服 带着品牌未正式发售的高级珠宝亮相高贵又美丽 在工作室的发布的红毯图中 刘诗诗美得向天牵下凡 36岁的莲景致得就像25岁一样 不过如果想知道明星的真实状态 光看金修图可不行 深图才是最接近真实状态的 万万没想到一向以貌美著称的刘诗诗 在岁月面前也无可奈何 在外媒镜头下 她的法令纹有点深 配上成熟的红唇妆容 看起来更显年纪了 国内媒体的镜头相较之下没有那么残忍 刘诗诗的状态比外媒拍摄的无修图好一些 脸还是比较紧致的 只是法令纹确实比金修图要深 这时候就不得不佩服工作室的狠了 修图时下手那么重 全脸磨皮 硬是把法令纹磨得一丁点都不剩 以至于大家看到深图之后再对比金修图 才发现差距很明显 心理落差自然就会打 走完嘎纳红毯之后 刘诗诗还参加了品牌举行的晚宴 以一头长卷发配上明黄色一次尖的礼服 多了几分温柔 在晚宴上 刘诗诗的深图没有走嘎纳红毯时那么显老了 毕竟法令纹看起来浅了很多 皮肤状态也很好 这也许是跟打光有关 毕竟晚宴的灯光柔和一些 没有日光这么强 可是哪怕刘诗诗看起来状态再好 跟真正的年轻人站在一起时 还是能看出年龄差 同样出席了品牌晚宴的还有刘浩然 97年出生的她比刘诗诗小了10岁 还处于胶原蛋白充足的年纪 法令纹不明显 有一说一 两人虽然看起来有明显的年龄差 但同况还是俊男美女的感觉 反倒是周冬雨 在同样的镜头下 似乎被摄影师捉弄了一样 她的身图看起来不是很好看 不是脸和脖子色差明显 就是显得满脸油光 可见在外媒那魔鬼般的镜头下 刘诗诗被拍出了 法令纹很深的样子也算正常了 网友看到刘诗诗真实的状态后 大部分还是夸她气质好的 但也有小部分网友觉得 刘诗诗已经不适合演古偶了 想想也是 一个气质成熟的女演员 居然还要演那些稚嫩的爱情故事 外形上多少有些不合适了 总不能整部剧都加上 朦胧的美白磨皮滤镜吧 抱着一种担忧的心情 去看了刘诗诗已经拍好的古偶 一念观山的预告片 发现她的状态 比嘎那红毯深涂的状态好很多 但有些镜头的磨皮感比较重 也不知道是不是后期 一针针为她美颜修图了 不知不觉 85花都已经逐步迈入35岁 哪怕她们保养得再好 之前再怎么有少女感 如今在高清镜头下 都会暴露真实状态 毕竟没有谁能抵挡岁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